有疫苗 官先打 有酒肉 官先爽 商務艙 官先躺 要拍照 官中央 这就是民进党 那过去呢 我跟运动家啦 跟艺术员合作啦 那基本上我拍合照 那基本上我都会主张他们站中间 或者我就站在第二排 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工作者的基本素养 那原来民进党没有这种基本素养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 不论是从机位或者从饭店 竟然在求后出生之前呢 没有人觉得有不对耶 就经济昌的事件 民进党说这叫防疫需求 鬼扯 或者刚才亮哥说因为他是要包机 大家可能误以为包机也是因为防疫的关系 这也是鬼扯 因为亮哥刚才已经讲了 在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编列了 2020年奥运代表团 还有考察团往返运输服务企划书 里面就这一个标案 预算600万 只有一架飞机 所以2019年就已经决定 只有一架飞机 当然和疫情没有关嘛 而且当时就已经决定 约有144个人去 然后只有11个人坐商务舱 所以在2019年就已经注定了 没有选手坐商务舱这件事情 然后2020年的2月5号 这个标案已经正式就是绝标了 已经后来也完全没有改 然后在2020年的3月份 潘文忠讲说啊这个选手跟教练都要能够坐商务舱 然后他那句话其实已经是加上防疫考量 因为去年那个时候已经有疫情 洪梦凯在问的时候已经有问到说 因为防疫的关系 我们也帮助这个航空旅行社 所以让大家都坐商务舱 然后潘文忠才讲下了这个承诺 结果后来讲完了 你也没有去做啊 你如果不是在那个时间点根本不知道这个标案 那就表示你的无能无知和懈怠和失职 你做完了承诺又像亮哥讲的 你又不赶快去多买一个飞机 又多包一下飞机 那你的这个在国会殿堂的承诺算什么呢 是吴亦凡的爱情吗 就完全都在鬼扯嘛 感觉很猥亵哦 当然我呢我也并不认为说 为什么一定要从松山出发 就纯粹只是为了配合官员的合照 那我帮他说话不这么认为 因为2019年规划的时候 就是从松山啦 那我也不要很阴谋论的讲 因为2019年就很害怕说 如果韩国瑜还在高雄的话 是不是会给韩国瑜一个合照的机会啊 那2019年的训练地点 这么一说我觉得挺有可能的 那2019年的训练地点也不在台北啊 所以为什么会从松山出发 就是因为从头到尾规划的人 跟这一些经手过审核过拍板过的官员 本来就没有为选手思考过嘛 本来就没有站在选手的立场 去帮他们设想 去想说他们应该从哪边出发 他们应该做什么机位 他们应该做什么饭店 他们本来就没有想过 所以当蔡英文拍下了 经济昌三个字 po在IG上 他自己也觉得没什么不对啊 好多民进党的人却帮他按赞 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对啊 最可笑的呢 就是前立委已经彻底沦为彻翼 要出来开始讲说 哎呀这个蔡英文是管不到的啊 说林静怡是吧 对 他说蔡英文是管不到 那真是可笑 所以体育署的这些官员 可以管得到自己去做商务舱 管不到选手做商务舱 那如果是管不到的话 那蔡英文还2016年 承诺说要做商务舱 那不就是乱讲话吗 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是荒谬 所以我们看到 就是这些民进党的人干嘛呢 他们就是要蹭 要作秀 到了最后一旦出事 就说谎 就切割 就卸责 这不就是我们最常听到 民进党长期用的这招吗 所以运动选手走过最长的路 就是民进党欺骗的套路 就是为了